水果的好吃不好吃 口味怎么样 不在于大小上 而在于它的品种上 大家好 我是秋华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辉伦江省隋化市 海伦市更合这 我们这有中国姑娘 云香庄的 现在咱们正在给大家 打包发货 来自于中国姑娘 这项产地之法 黄姑娘是啥 很多人说不知道 有的地方叫香泡的 又叫哥伦比亚珍珠果的 我们这是产地 就叫黄姑娘 给大家看看 咱姑娘是啥样的 看看啊 我们现在正在打包发货 都是这样的纸箱包装 给大家一箱是三斤 最主要是 咱家做的是良心的买卖 这个包装箱的瓶是去掉的 是里面的净果含量三斤啊 每一个都是经过称重的 而且咱们这姑娘 是经过手工筛选两遍到三遍 才给大家发货的 品质肯定是有保障 大家都知道 这姑娘果市场 给大家抓一把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叫 黄姑娘 是外面穿了一层小衣服 我们给她打开 就是一个黄黄的圆圆的一个小果子 直接就可以吃的 这是水果 这也算是东北水果的天花板了啊 一咬就爆香 最主要它口味啊 非常的清甜 如果没有吃过的一定要尝一尝 我们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售卖期 它是一年生草板结核的植物 里面上 里面这个小籽像茄子一样 它是可以吃掉的 也不用吐皮 不用吐嘴啊 营养丰富 没吃过的 一定要尝一尝 咱家这个品种是小姑娘的品种 小姑娘品种呢 皮更薄 口感更甜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给大家推荐的东北水果 可能你在当地的超市 你看得过这种水果啊 而很多的超市都是卖的一种大姑娘的品种 而咱家这个是非常独特的小姑娘品种 更优于大姑娘 水果的好吃不好吃 口味怎么样 不在于大小上 而在于它的品种上 咱们这个呢 是口味更清甜 它是一种集合水果的味道 集合了香花 香蕉 草莓 葡萄 四种水果的集合味道 如果没有吃过的 一定要尝尝 我光说了 你肯定感受不到这个味道 所以下一单 咱们这一箱是三级啊 给大家是顺风快递 抱有大家 所以可以放心去下单了